花生汤是属于福建的 红豆糙米好像 属于八宝族好像是广东四辣 岛传大多是淘桌人群 你如果想吃传统的口味 就会找到这边 我的全名是白青叶 人家通常叫瓦兰 我在这边大多做三十年 以前只是加油条而已 再早以前我的外婆有卖那个 咸的跟甜的糯米饭 我看有两三百碗这样 煮这个花生汤最少要熬四个小时 用慢熬熬到它鲁柏色这样 好像姜 做什么东西都是要耐心嘛 如果你要快捷的 它的味道一定不一样 有的人不懂得吃花生汤 它是要吃花生 但是懂得吃它就会 喝它的汤的比例 我卖这个花生汤 这个价钱 我是好像薄力多销 通常人家来买花生汤 我会问他要不要汤 通常我是给两粒 除非他们要求要吃多一点 我才会给他吃一粒 做什么东西都会累嘛 就是看兴趣的问题 看你的出发点跟你的心态 如果你的心态好像顾客吃得高兴 你看得高兴 就没想到那个辛苦 谢谢你啊 谢谢 拜拜 拜拜